桃園市10月即将要试办公车前8公里免费 再加上机场捷运在年底前也渴望启动 有计程车业者就担心生意会变得不好 希望政府可以拿出完整的配套 计程车大牌长龙全等着载客 面对桃園市近期才大力推动市区优败自行车租赁 10月又即将试办公车前8公里免费 再加上机场捷运年底前也渴望启动 计程车业者大探生意不好做 担心免费公车将压垮生计 针对计程车驾驶的担忧市府表示 近期会和业者沟通 同时认为汽车车和公车客源不同 影响不至于太大 市府也表示初期只针对桃園到中立间 省到台一线市营运 路线大约10公里长 未来会在市机和营运情况做评估 交通局认为扩大市区公车使用率 未来配合机场捷运通车 可以有效疏解市区的交通流量 也可以减少事故发生 而机程车工会也认同大众运输 是固定时间特定路线 点对点之间的运输 不像机程车一客人需求 可以载到目的地 但是免费政策势必冲击到 机程车生计 也期盼政府有完整配套 达到双赢 记者詹淑云桃園报道